這邊來看一下純量函數的面積分 它所代表意義還有它要怎麼算 純量函數的面積分 這個純量函數它的面積分 因為我談是面積分 所以這個純量函數的符我要表達成 它是兩個變數的函數面積的概念 我們畫一個示意圖好了 所謂的純量函數F的面積分 從那個三度空間上來看的話 我可以這樣想 這個水平軸是XY構成的平面 然後高度的話呢 高度的話 那習慣上我們用Z代表它的高度 這個也沒有問題 這個也可以 我們用Z代表它的高度 暫時如果先把Z遮掉 Z這個符號遮掉的話 我們可以這樣思考 就是在XY平面上抓一個點 例如XY平面上抓這個點 這個點我稱作2 3好了 2 3這個點 就把它帶到F裡面 然後F一帶進來之後 它就有一個值 一個數值 那個數值 我就把它稱作它的高度 就說這個高度啊 就是F2 3 X代2 Y代3的這個高度 那平面上有很多這種點 XY平面上有很多這種點 所以它會有很多高度 那把所有的高度 連成一個曲面的話 這你可以看到一個曲面 最後可以思考想像一下 最後我就在這個地方 看到一大堆的點構成的曲面 這是一個曲面 好 那 從圍觀上來看 圍觀上來看 我們是要問說 存量元素的面積分是多少 是什麼樣的面積分呢 面積分當然是雙重積分的概念 F 然後它的面積分就是 對XY要做integration 然後在什麼地方做integration呢 在某一個特定的範圍內 那個特定的範圍內 是它的定義域 定義域 我們用R來表示 好 就說 我在XY平面上 我有一個範圍內的點 在這個範圍內 我有一個範圍內的點 我一直在算它的高度是多少 帶入每個點 這範圍內的每個點 去算一下它的高度是多少 把所有的高度連成一個曲線 好 再想想看 這裡有所謂的抵X抵Y 抵X抵Y 抵X抵Y 不就是XY平面上的微角面積嗎 在XY平面上有個微角面積 好 微角面積成上它所對應的高度 不是我的點點點的高度 現在 因為這是一個區面的話 不見得有些點 可能會再上一點 不見得會剛好碰到底下的整個位置 所以我畫上一點 歐利斯說 就是 底乘以高 因為微角面積成上它的高度 那不就變成一個柱的體積嗎 這個柱狀的一個體積 好 所以這個可以代表什麼呢 這個可以代表體積啊 幾何億 那幾何億代表體積 好 這是我要表達第一個重點 就是說 存量含算覆的面積分 它到底是要表達什麼概念 從幾何億來說的話 它可以代表體積的大小 體積的概念 是面積分的概念 面積得到的概念 然後其他相關的一些運算規則 最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最最重要的是說 這個面積分要怎麼算 好 面積分的算法 這個 說明一下 好 現在我再把那個XY平面攤平在這邊 這是X 好 這是Y 好 在XY平面上 我有一個範圍內的點 我要拿來做integration 這個化學線就是這個化學線的地方 好 那 當我們表達這個積分式的形狀時 我有可能把它寫成比X比Y 我也有可能把它寫成比Y比X 都可以 確實沒有錯 這兩個都可以 好 但是 它的積分的上下線要怎麼調整很重要 好 它的調整概念是說 只要 在外層 像第一個積分式來說的話 它的積分式的外層的積分 就第二個 第一層的積分是對X 第二層是對Y 那外層的積分 它是跟Y有關 你要記得一件事 Y的範圍一定是一個固定值的範圍 固定的範圍 在這邊找一個固定範圍出來一下 好 習慣上我把這個範圍稱作C到D的範圍 一定是一個固定高度的範圍 好 對Y來說 它一定要給它一個固定範圍 從C到D的範圍 好 然後其他的點呢 好 其他的點 要這樣想 這個X一定是 跟Y有關 這個基本上下線 這個 一定會跟 一定就是 X要表達成多少Y X是多少Y這件事很重要 這個一定要會 不然的話 你不太 X跟Y有關 X 後面這個要表達多少Y 好 好 我們 課本上用的符號 好 我盡量用它的好的 好 課本上說 這個叫做 Q 一個P 一個Q 好 好 我從這邊 來說明它好的 好 好 例如這邊的這些線 的點 紅色部分 紅色部分這些點 我就說 它是 X等於P over Y 好 然後進入到 右邊這些點 右邊白色的 好 白色部分的點 我就說 X是Q over Y 好 意思說我這邊要怎麼寫呢 這邊的 內層的部分 外層一定是固定值 就是有固定值的 就是有固定值的 表達方式 那內層的部分 一定是有變數的 一個範圍 因為通常我們在 基本的範圍是 規則的範圍 那不規則的原則下 這個 內部這些點的變化 這邊的這些點的變化 應該是一個 特定 特定函數的變化行為 好 X是 P over Y 這邊的X是Q over Y 好 遵守這樣的一個概念 才有辦法算出 你樣的積分值 好 我們再討論另外一個 一下 好 同樣的空間 我們再畫一遍 好 對筆下來說 他在外層的話是比X 所以對X來說 你要給他一個特定的一個範圍 好 X的範圍是什麼到什麼 習慣上寫A跟B 所以我這邊就表達成A 這邊就表達成B 好 在外層的部分 一定要給他一個固定的範圍 好 就像剛剛的概念 好 Y的外層的這個 十一分的話 他的 他的上下線 一定是一個固定範圍的上下線 好 內層呢 好 內層就是 一樣的原則 一定要表達成Y是多少一個是 好 基本的上下線 就表達成Y是多少一個是 好 我們就這樣畫一下 好 底下這些點啊 好 所構成的一個函數變化 好 好 我就可以 表達成Y是 呃 特別上用的符號 好 Y是G of x 好 好 然後 基本到白色的部分 底下到上面 好 白色的部分是 Y等於H of x 好 所以這個基本的上下線 這邊要寫成 從底下的 就下線以下的這些點 這些點 積分到上面的這些點 好 因為 滿多人在學這個 雙重積分的時候啊 到底要怎麼樣調整 那積分的上下線 他們是很模糊的 就是一定要知道一些 一個原則 那個原則就是 最後的 最後那個就是Y成這個 最後的那個積分啊 他那個積分的上下線 必須是一個固定的上下線 固定值 這個C可能是1234 類似那樣的固定值 好 不能給他變數的範圍了 好 只要在花時間找到 紅色部分的那個 還有白色部分的那個曲線的變化 是什麼樣的函數突顯 函數的變化 那就可以算出我要有積分值 那還有一些那個積分 像比如說那個 積分式裡面如果有一個常數K的話 那個常數K可以提到外面來 或是說 積分式裡面有兩個函數 一個叫F1 一個叫F2 你也可以把F1 F2拆成兩部分 各自做intervention 這些部分的討論 因為比較OK 所以我就不再說明它了 好 以上是這部分的討論